那這個地方的話我是抓了這個顏色 255128128怎麼來的 其實就是常用裡面看你喜歡什麼顏色 你就是直接這個地方找一個顏色 也許這個顏色看你喜歡哪個顏色 那我是抓了一個顏色 那假設這個顏色 那你可以怎麼樣呢 其他色彩找一個接近的顏色 這邊就出來了 它也會出現 RGB這邊都有 這個好像前面講過了 那我們就可以把底色加上去 所以這一行是前面講過的底色 再來的話呢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那個增加什麼 增加註解 註解的部分 其實就是一個指令叫add common 那實際上你也可以 如果你不想要記起來的話 你可以這樣 你可以直接打一個點 A 有沒有 add這邊也有 那記得再把那個你的刮弧再加上去 刮弧前後有沒有 就是那個儲存格 加上什麼去年度 冒號 把續者二裡面的詞放進來 那這個部分做完之後 你游標放上去 它就會把去年度的詞 給放在這個註解裡面 這個方便很多 OK 所以這樣的話你會發現 其實就沒幾行 大概就是一個回圈 兩個回圈 三個就是一個邏輯判斷 再一次做什麼 格式 完成 對不對 很方便吧 沒有那麼想像中那麼複雜 你就是該記的記 不該記的就暫時丟一邊 OK 那再來的話 做完之後 當然你可能會有個需要 怎麼樣呢 把它清除掉 清除 如何清除 很簡單嘛 反正你就全部把它拿掉就好了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怎麼樣一個一個拿 你可以整個全部一起清除 或者是個別的 我們怎麼做呢 方法我這邊有一個參考 清除我看一下 其實你可以把上面的複製下來 改成叫清除設定 回圈都一樣 那差別只是怎麼樣 把顏色改回來 改顏色 那顏色怎麼樣 其實就把底色全部改回來 那底色 你可以整個改為RGB 或者是說 你也是這樣跑個回圈 把它intel的color 全部改成什麼 改成白色 因為它如果說 原來你加上去 它會變成這邊 底色的部分 是暗紅色 那如果你要把它全部底色 改成白色的話 就是這個地方 這個敘述 這個敘述 就跑完 然後底下的全部顏色都改為白色 那白色的話就是255 2525 OK 好 那另外的話呢 把這個註解 把這個註解拿掉 註解 加的話是add 清除的話 其實你可以用簡單的方法 把這個範圍裡面的所有的範圍 或者是你乾脆在這邊加也可以 這邊加 這邊加的話是 就是當它如果不相等的話 就把它拿掉 或者是說呢 你一次性的全部拿掉 就是這個 給它一個範圍 把裡面的東西 它的註解全部拿掉 兩個方法 其實都可以啦 各位可以試試看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就是如果你要兩個年度的比較 可以這樣做 當然如果將來 你也不止兩個年度 可能有很多年度比較的話 那這個可能難度就更高了 不過能不能做到 當然可以啦 你也是跑個回圈 反正就是for for I 從第幾個工作表 一直往後去幫你跑 還是都可以跑得出來 這個地方 我想各位試試看 這個是兩個工作表範圍的比對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個範例 其實跟前面我們講的應該都 我想大部分都有相似的地方 可能今天只是多了一個就是 增加那個註解 跟移除註解的方法 那裡面的話就是 如果要增加註解的話 就是add comment 如果移除的話呢 就是你就把它clear clearcomment OK 那這個地方我想各位試試看 就是兩個工作表的比對部分 就是兩個工作表的比對部分 recogn living